再贵的床 15天后也会爬满200万只城门 一年四季都好用的发热暖电 只要加热4小时 就可以去除95%的城门 客服专线 02-8791-9010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仙龙 陈同佳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啊 在陈同佳的问题上面 一直出错 一个刑事案件 从去年开始 然后就一直写信给港府 港府一开始是以读不回 这是长期的问题了 因为我在节目中 我曾经分享过很多次 我在2004年的时候 怎么样去香港 想要处理协助客户 处理一个刑事诈欺的案件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都把榨取的这些财务 它就是parking在香港 因为自由金融 所以就parking在香港 那我们取得这个 希望取得香港的警方的协助 以及律师的协助 所以我们就去警局报案 那那个过程 我其实已经分析过 就不再说了 我只想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跟香港 长期以来刑事上面 没有办法 这个刑事案件的协助 没有办法协调 是长期的问题 是非常难搞 搞不定的 可是能不能各案处理 要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还是可以处理的 因为我的那个案子到最后还是成功的立案 然后也到了法院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一定不能处理 但是他有一定的那个方法 可是呢 陈同佳的案子 从一开始的时候 是港府是遗读不回 一直到有一天 港府突然跟这个台湾的法务部说 好那我们来修法好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 有关于逃犯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并没有这个开放说 可以移送到中国 那基于一中原则呢 台湾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嘛 所以中国没有的权利 台湾是不能有的 这就是香港的所有的这个警方啦 或是他们的法律的这个系统 一直在说的 就是说中共是爸爸 香港是儿子 爸爸能做的 儿子不一定能做 所以 必须要经过中共的同意 好那今天如果说 他要修逃犯条例的话 当然要把中国给纳入 所以不能只是单纯处理 台湾的问题 那当时法务部就已经没有搞清楚 整个港府的企图 也没有搞清楚 香港的法律 他也当时好像还去赞成 是 他说乐观其成 还回了一封白子黑字的信给人家 后来变成这个 逃犯条例的内容一过 那这个公布之后 这个整个香港就一片哗然 因为 这根本就不是陈鸿佳一个刑事案件的问题 这是港府要偷渡 就是要让将来整个把这个港人送中 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流畅度嘛 然后拖台湾下水 是拖台湾下水 然后 这个法务部应该醒了吧 结果到今天还没醒 你看这两天不管不管是法务部 或是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大律师出来讲话 讲的这个荒腔走板 第一个 你们到底到今天为止 已经一年多快两年了 你搞清楚香港的法律规定了没有 他到底能不能去做一个 就是说对于海外的犯罪 他能不能审判 还是你主张他现在要开始修法 那比如说台湾是可以的 台湾对于这个在海外 比如说有万国公罪 海盗罪 或是一定的刑度以上的刑责 你即使在海外 其他的国家被判刑 甚至已经处罚过 坐牢过 你回来还是要重新审判 还是要重新走一遍 那是根据 这是主权问题 对这是主权的问题 而且是根据台湾的刑法 刑事顺务法的规定 那你知不知道 香港是怎么规定的呢 你现在许公勇出来说 香港不审判自己的公民 在其他地方杀人 这怎么说得过去 你搞不搞得清楚 现在香港的法律到底是什么 你说来给我们听听看 第二个 你若主张是今天才要修法 你是让他去修刑法的这个内容 我们当然知道 刑法一定是不能硕及既往 你现在想要他去修法 修的是程序法 就是说 以前是不可以管辖的 现在可以管辖 那能不能说习既往 有非常多的法律问题在里面 其实我们主张的很清楚 其实香港的大律师公会 他也有做过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明 整个《送中条例》的说明 说明的内容是什么 还把林克颖的案件当作是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跟香港 跟台湾之间的 刑事的引渡 其实各案就可以处理了 法院就可以裁定了 因为香港跟台湾的司法的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 那在差不多的水平 法治基础差不多 对 我们并没有就是说我会把你的刑犯去虐囚 或是刑囚 取共 没有这样的问题 香港的有一部分还比台湾进步 他没有死刑 对 那可能我们要保证说你 你人到了台湾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他判死刑 也许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是常常出现在国际的 他是两公约签订国家 所以他有可能会要求台湾要做这个事 你必须要做这样的承诺 否则他没有办法移送 结果现在 香港突然醒了 其实当时他就应该直接把人送来台湾就好了 你如果是为了政治目的 当时候是因为他有判了29个月的洗钱罪 所以关在监狱里头 他一样可以把他送出来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他决定先把他关着 那你法务部你也同意啊 那你今天竟然敢说 只要他不能上飞机 就是这个人呢 我就是拒绝他入境 你是抛弃主权啦 他现在修正了 他现在是说如果你敢进来 我就把你抓起来 是啊 当然抓起来才对啦 因为毕竟是杀人罪 梁大哥 我们法务部是半夜发新闻 内政部也是半夜发新闻 这个政府还有救吗 不过他现在是两种说法都说了啦 说绝对不接受 所以在法律上你要嘛是主张说 是 我们实际上我们用这个解释命令 解释个案就可以处理 你就可以把人送过来 是 那你也要主张主权啊 当然了他那个主权主张过程是 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做任何的解释 都是突然的 台湾是主权的国家 我们的陆委会也是不知所云啊 是啊 就是说他应该要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司法也是独立的 那我们会一法办理 那至于人来的会怎样 来说就这样 应该是这样才对 这是主权的表示嘛 也不需要告诉人家说 我会把他抓起来 会不会把他抓起来 会怎么样 你干嘛现在去摊底牌呢 就直接讲 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中国说三道四 你香港说三道四都是不算的 都土佬 我是主权国家 我会怎么做 我会依法处理 就是兵来降党 那杨阳哥你去当陆委会的那个主委好了 我干嘛要去做 我们在坐在这里 杨阳哥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难受 就是说我们来讲李静瑜的事情 好 那个李明哲的父亲 上个月过世 那过世呢 李静瑜就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李明哲可以回来奔丧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 请这个海基会陆委会转发 帮他转达 转发 为什么李静瑜要这样坚持呢 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所以他不管在私底下对于这些单位有什么样的抱怨 他绝对对面对中共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 他认为这跟政府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呢他绝对不会私下跟他沟通 私下跟他往来 所以一定是透过官方的管道 这个是我们协助李静瑜的时候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这是一个坚持所以一定要坚持主权 结果海基会跟陆委会把他的声明 把他要求他送去的 其实我们都笑说海基会陆委会根本就是邮局 结果他还这个邮局呢还把你要送去的信 把他给剪了 有一段不见了 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你就不敢丢这个球 你也不敢接这个球 如果李明哲真的依照中国的法律 的确是这样 自清死亡 可以有一天的假可以回来奔丧的 你如果中共如果那时候聪明 让他可以回来奔丧 那就是一个国家了不是吗 他依照中国的法律让他的犯人 他认为他是中国人嘛 你就当然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来施行啊 对不对 一天让你回来台湾奔丧 那奔完丧呢 海基会跟陆委会中华民国政府 敢不敢让李明哲再回去坐牢呢 不敢 所以是你不敢接球嘛 对 你敢不敢主张呢 现在遇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刑事案件 你刑事案件任何一个国家这边犯罪 那林克颖的时候主张的半天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的英国代表处啊好倒霉喔 为这个事情打了多少官司啊 花了多少钱啊 要把人要回来 要英国把人交出来 是不是 那个是酒醉驾死 他还不是故意杀人喔 今天是在你的领地里面 还是预谋杀人喔 你竟然不主张主权 不管他怎么送过来 你就把他接下来就好了嘛 是啊 你可以不必先揭露你的答案啦 因为这个本来主权国家就是 在这个对外讲话的时候 说我们会依法办理 天啊 我们这个荒腔左板的内政部 跟这个我们的法护部 你有这么多的法律人才 你搞不清楚香港的规定是什么 还在我看那个新闻里头 还在担心说有一个什么 中共政协的什么牧师喔 要陪同他来 还不简单 来了以后 依法办理先把他押 押下来 先问有没有违反国安武华 如果有违反国安武华 照样的话把他逮捕啊 这事情 中间还插出一个黄成国 对不对 黄成国怎么会有角色 怎么会有角色 他讲的那些东西 我都不相信 你要有一个人来了 以后还要安排他去见内政部长 这是何等大事啊 怎么可以这样像手机 走开的一样 选人事啊 所以表示他们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联系 这个联系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担心 他竟然还敢把他讲出来 是啊 他九月底带着这个有中共中央政协身份的人 叫管浩民 去见了内政部长徐国勇 然后徐国勇也证实说有见面 但强调不知道对方有政协身份 把你们好了 见内政部长有那么容易吗 不容易 就我的经验 要做很多沟通 你事先都不做任何调查 那我们还有国安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过程 这让人家想到上次那个谁 跑去这个民营党的党中央 也见了一些人呢 对啊 你都不知道他是主张武统台湾的 所以那个完全不设防的感觉 其实是很不好 我看这个政府 这个真的可以收起来了 收一收起来 你看 这个每走一步都犯错 从香烟案一直到今天你看 几乎每周都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 表示这个政府的螺丝钉 其实很松的 而且这个民营党 为什么国民党化得这么快啊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纸牌屋了 对 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一开始 这个节目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 我们在讨论美国 我们在讨论川普政府 对台湾的友善 这是新的世界 新的国家 新的价值 是 可是这些 这些新的价值 跟新的国家 跟新的世界 他仍然在过去四十年的 融共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形成了一个深层政府 这个深层政府 被川普称为这个 住在沼泽里面的生物 还在影响整个世界 对不对 他晒干这个swamp 台湾也有深层政府啊 有 我们现在从 追这个论文门的过程中 我们追到太多东西了 我们发现说 其实台湾 一直是一群深层政府的人在统治 哪里有蓝绿的问题 根本没有蓝绿的问题 他们就是一窝的 他们就是一伙的 就是表面上有蓝绿 事实上是没有 事实上是没有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维吾基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湾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做 维吾基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谈号开始 tit了下回到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